HELLO 大家好 我是Mit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What are my iPhone? 那我會跟你們分享我手機裡面有哪些APP 以及我常使用覺得很好用可以推薦給你們的APP 那不囉嗦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呢我們就先看一下我大致上有哪一些APP 基本上我是一個不喜歡太雜亂的人 所以只要不常用沒有用到 我幾乎就會把它刪除 不會讓它留在我手機很久 第一個就是一些有關於訊息的部分 那我比較常使用的slide 再來呢這些東西就是我比較常使用的 像是Facebook、Instagram、鬧鐘、看天氣、收email 還有像粉絲團的管理以及聽樂 還有我是個鄉民、PTT啊 以及記帳啊、地圖等等 這些就是我比較常使用的APP 女生會很有興趣的photo有關於照片拍照的部分 這兩頁呢是我拍照常使用的APP 我最常拍照一般都是一般相機或者是這個Foodie Foodie裡面的濾鏡都很漂亮 最常喜歡自拍的是PO1的這個濾鏡 這樣子 拍實物的效果也會很好 我把照片放在這邊 再來我最常修改圖片的濾鏡就是VSCO 這裡面的APP我都是免費的 就有這一個Paris這個濾鏡是要花了我30塊的濾鏡 那它主要的風格就是會比較粉紅、比較夢幻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會讓照片畫質變差 所以我只有喜歡用它一陣子 那陣子的照片都是粉粉的 比它像是偶爾我會玩一下Snow啊 如果真的是要修圖拍得不好 那天怎麼拍都不上相的話 真的要修圖的話我喜歡用的是美圖秀秀跟這個美顏相機 這兩個是我喜歡拿來修圖的軟體 再來呢我要跟你們推薦的是這個小豬圖案的記帳APP 它跟一般的記帳軟體應該是不會差到很多 那因為我很習慣這個介面了 所以我就一直一直用這個記帳軟體到現在 讓大家看一下分類的部分 分類呢我就基本上就是吃東西、車錢 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衣服、包包 鞋子、化妝保養品或是3C 或者是旅遊啊、娛樂 娛樂可能就是一日遊的那種 去某個地方玩或者是唱歌 這些都歸類在娛樂的費用裡面 就是我覺得記帳呢 一定要把分類分得清楚明瞭一點 也不是說一定要分得很雜很細 但是至少每一個類別就是要分開 這樣子你在看你的花費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都把錢花在哪一個地方 可能是娛樂費啊還是吃飯的地方啊 這樣如果你在掌握預算的時候 就可以從針對那個類別去做減少 跟你們分享一個聽歌的軟體 MV3 它是免費的軟體 它的音樂來源就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 好處呢就是你放了歌之後 你可以跳出來 跳出來做自己的事 或者是關掉這個螢幕 你可以鎖螢幕去聽這個音樂 有時候如果你想要聽一些有聲書什麼的 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得到的話 也是可以同樣的方式去做使用 對這個軟體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雖然它有一些些廣告 但是 嗯 跟其他免費的聽歌App比起來的話 它廣告算是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用 再來呢我很常使用的是這個Google Map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大陸吃 就是我去哪都很需要開地圖 然後跟著它走 還好我算是一個馬會看地圖的人 即使我去過很多次的地方 我還是很容易忘記 跟你們說一個陸吃的故事 之前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逛士林夜市的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我會找一雙鞋子 所以都在逛運動用品店 就從第一家運動用品走出來之後 逛了第二家 結果走出來之後呢 我就走錯了方向 回到了剛剛逛的那一家 那因為我朋友以為我是想要再去剛剛那一家看 所以他都沒有說什麼 進去逛了一下之後 我就跟我朋友說 欸你不覺得這家的店員 跟剛剛那家店員長得有一點像嗎 結果我朋友就說 這是同一家店啊 這是我們剛剛逛的那一家 完全都走錯方向 就方向感超差 又回到前面那一家店去逛 而且還不記得說這家店剛剛已經逛過 但是認為那個店員長得很像 所以呢 入吃必備的就是Google Map 第一夜代料我發現有一個唯一的遊戲 就是Pokemon Go 我是一個非常容易玩一個遊戲 就玩很久很久的人 那我玩Pokemon Go就是從那個時候開 就是一開始退出 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一直有持續的在玩 沒有荒廢它 我現在是34等 然後你們看我的服裝我很喜歡 我有一個毛帽 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戴的body是吉利蛋 這一怕我就不說這麼多 我怕有人覺得我很發瘋 總之寶可夢就是一個 我日常很愛玩的一個遊戲 這個分類呢 給它一些炸彈跟想殺人的符號 這個分類其實就是 就是Apple手機裡面的一些內建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我用不到 然後又刪不掉 就是我覺得很想要把這些東西殺掉的 一個分類 我就把它堆在這邊 還有一個App我也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上次我在分享Whatsing my bag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問我那個 自己做的桌布 是用哪一個軟體做出來的 其實就是用這個App 現在示範一下 你從這裡點選就是你自己想要的圖片 好這張 我選了這張圖片 就是我家的貓咪 選了這張之後呢 我們就你要自己 它是這樣 你有看到這個線嗎 它可以自己 框出一個你要選取的範圍 先來框一下 好我大致的框了我家貓咪的頭 按一下這個 就是這樣 那它不是只有這樣的模式 這是它自動跳出來的 我們可以再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調整 可以把它變成不同的排列 它也可以做動態的圖 這抖抖的很可愛 如果是直的排列呢 它一樣可以再分 你可以不要這麼密 如果你有一點密集恐懼症的話 你可以讓它大一點 鬆一點 就不會這麼密 然後去改變一下頭的方向 這樣歪歪的 很可愛 它有很多不同的排列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底圖呢 一樣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以選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底圖 這個APP是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花錢的話 它最後會有一個 它的LOGO在 但它LOGO蠻可愛的 所以是無所謂啦 你不想要LOGO的話就是付費 你看它的LOGO也是用這個APP做出來的 很可愛 也可以像我做的這個樣子 就是只有一支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變換你喜歡的 我覺得這個 做桌布的軟體很好玩 然後可以創造出一個 自己獨一獨二的 桌布 以上就是這次 花長啊 iPhone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推薦 一定要下載APP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再 UniYouVai 你Vai